师傅,这次澳门,您在中国,澳门不是开法会吗?当时那个陶瓷的观世音菩萨像,您说是观世音菩萨,当时开关的时候,您说观世音菩萨借宇宙之气注入了琉璃经。 这个,您给我们说一说话,这个注入琉璃经是什么概念?我们也比较好奇一些。 琉璃呢,实际上是天上的菩萨的那一种很好的一种光的能量,磁场。 天上的琉璃呢,又可以作为像我们讲人间的一种水。 你看,干净的水是不是像透明清澈,对不对啊? 像我们人间的琉璃是不是也是透明的清澈呢?对不对? 天上的水实际上就是一种琉璃,实际上观世音菩萨还给你们净瓶水,里面就是琉璃。 那么琉璃经是什么呢?琉璃经是很高级的水,很重的能量的水,它有琉璃经。 一般的呢,就叫琉璃水,琉璃水就是一种天上的能量的水。 它给你加持之后,你会浑身得到一种自然的释放,你会得到一种超自然的一种解脱。 也就是说,人会恢复,比方说当你这个干不好,菩萨给你琉璃水,净瓶水给你的时候, 你的干会恢复它的功能,所以叫干功能嘛,对不对啊? 肾功能,你喝了这个大杯水,菩萨如果里面有那个琉璃水的话,你的肾功能会恢复。 本来有不好的细菌,它会很快的排斥。 就像我们看的很多一些未来的电影里面一样,很多人注入能量体之后,人马上恢复了。 一个人手割破了,血液凝住,一会儿慢慢的疲漏就长好了,这就是一种恢复呀。 只不过这种另外,观星菩萨这种琉璃经,它给你恢复的话,那不是一点点的能量。 所以为什么注入琉璃经呢? 也就是说,这一尊尊的磁像,当你请回家的时候,在里面的能量非常大,明白了吗? 哇,太好了,那师父,一般是我们,就是说是共菩萨像,因为大多统修都是那种纸的,就是那种引刷的那种菩萨像,东方台的。 其实是这种陶瓷的是比那种运刷的是更好,是这样吗? 是啊,当然了,你想想看,立体的当然比图画好了,立体那么更容易接收到能量呀,图画嘛,接收能量的气场就比较少,为什么你看鬼都是一种薄片的,薄薄的片的? 鬼是透明的,但是是一种薄薄的片,所以它的能量吸收,它只能吸收阴气呀,对不对呀,你看看,天上的菩萨他一来,他是整个,整个的一种能量体的注入,他就是这个能量体是宽大的,所以